很多人跟我检举我都有名单的 党中央会没有名单吗 党中央怎么可能没有名单呢 讲的就是近期在国民党内部闹得沸沸扬扬的换票联盟 朱主席说两个礼拜内如果抓不到就要送检调 而且国民党不是一项说检调都是在绿营掌控的吗 那你送给检调不是请鬼拿药单吗 奋恺情绪藏不住全英主席朱立伦才撂下 考纪会若无法查会就要送检调 但对内赵少康喊出改革对外也提再也和 联署上还举南韩大选为例说 尹熙悦之所以能当选都是第三大党的候选人 安哲秀退选成全 反批台湾再也党若无法团结对抗执政党 就是自私难不成这话又是喊给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听吗 我也不认为柯文哲就是一定不能谈 柯文哲也不是一个没有谈性的人 但是你又不能欺负他嘛 但是谁欺负谁恐怕还很难说 TVBS新闻吹动群月风伟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